好 弟兄姐妹 这一章13章 马太福音是天国的比喻 一共里面有七个比喻 蛮多的 那我们今天只要讲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来读13章第一节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边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众人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 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济不生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就结识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资 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 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正应的先知 以赛亚的预言 等等 十六节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看见了 耳朵也是有福的 因为听见了 那下面就是耶稣 在这个比喻里面 耶稣亲自的解开来 那弟兄姐妹 为什么用比喻呢 当然这个 如果我讲到 我这个地方讲的不清楚 或者很难明白 我就会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来解释 来解释 所以这一段 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 来讲到天国 他说这个天国的比喻 是因为天国是一个奥秘 那怎么样让我们明白 他就用七个 这个十三章 用七个比喻 撒种的比喻 掰子的比喻 一粒芥菜种的比喻 面笑的比喻 宝贝藏在地里的比喻 买卖人寻找猪子的比喻 最后一个撒网在海里 的这个比喻 用七个比喻 来讲到天国的奥秘 天国奥秘 弟兄姐妹 今天没有办法 这个很讲 但是来看这个比喻 有两个 一个是主要的地方 就是你要看见 这个整个比喻里面 主要的是讲什么 他次要的是什么 你要抓住的是主要的 那第二个 不能按照字面讲 所以你看撒种的人 不是指那些撒种的人 是讲到人子 那田地不是指的田地 而是指的什么 指的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 所以你知道 这个 我们人生有无比的盼望 就是上帝要让我们 借着福音 可以得到百倍的人生 你无可想象的 那个增长 那个影响力 跟实际力 不要看人 不要看环境 不要看这些困境 弟兄姐妹 你讲到天国 就是神的国度的扩展 是无可限量的 那弟兄姐妹 第一段 就讲 主已经解了 就没有别的解释 就这样就行了 那弟兄姐妹 次要的地方 人以字面解为主 那耶稣已经讲到 杀在路旁的 就是二者 很快就把他夺去了 撒在石头地上的人 听得到 当下喜欢灵兽 只因为心里没有根 不过暂时 即至未到受了患难 就受了避惑 就立刻跌倒 然后撒在荆棘里 就是人听得到 后来世上有失律 钱财的迷惑 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结死 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得到 明白 后来结死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三十倍 弟兄姐妹 记得 是一百倍 开始来起跳的 一百倍没有达到 还有六十倍 六十倍没有达到 至少还有三十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上帝给我们 无比的盼望 他告诉我们说 神的国的扩展 会像什么 他说像一粒芥菜种 他说种 是非常小的 但是他长起来是 比所有的树都还要大 那弟兄姐妹 这个也讲到面孝 这个只是一点点 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弟兄姐妹就讲到 神的国度 弟兄姐妹不要忘记 这个天国的福音 从耶稣来 后来十二个门徒 后来一百二十个人 的门徒 但他们就这样 一路一路传下来 弟兄姐妹 现在这个世界 差不多七十亿的人 其中有二十几亿的人 也是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别小看 我们起初虽然微小 但是终究必胜发达 主与你同在 弟兄姐妹 好好地读他 这每一个比喻 都充满着 充满着启示 主与你同在 我们是在天国 在这一个七个比喻里面的 当中的一个 有份 有权 有纪念的人 我们是多么有福 阿们